这十多年还没回来了,这都盖成楼房了,这有才家是哪一家啊? 美女,我问你的道吧? 问啊,你想问哪啊? 这有才家在哪啊? 有才,请问你是谁啊? 我是他哥哥,我这十多年没回来了,找不到他家了 那我带着你去吧 那好啊 走 来,就这家 爸 爸 有才 大哥,你怎么回来了呀? 这不过年了吗?回来看看 快快,快坐下 走啊,哥 快坐下 有才 你这房子盖得真好啊 哥,这房子盖得好啊,这一半啊,都是你的功劳 你想想,你这么多年在外面打工,这每年把钱不是都寄给我了吗? 哎,加上啊,我这几年的能力,所以啊,把房子啊,翻新好了 不错不错,盖得真不错 哎,有才 哎,这,这是谁啊? 这,这是谁啊? 哥,你看,我逛过着啊,跟你说话呢 这啊,就是你的纸媳妇 元元,快叫大爷 大爷 好,好 牛仔啊,你真有福,请那么漂亮的人媳妇 哎,我没见低妹啊 你低妹啊,可能啊,在那房间睡觉呢,我去叫她 那不用叫她了,咱坐吧,放会儿放 哎,哥,你看,这天气这么冷,你是不是该看了? 雅雅,给你大爷倒杯水去 行行行行,我去倒杯水 不用了,不可不可倒了 这么多年,你在外面过得这么样样,还行吧 工地上,就是大爷 大哥,你回来了 美玲,是是 大哥,你这回来了,怎么没提前打个电话呀 要打个电话,我们好去接你呀 美玲,你看,现在公交非常方便 就,到咱村头 都下车了,没有让你们接 哥,你看你这回来了 你这,年龄大了 以后啊,就别再出去打工了 再说了,这弟弟家的房子,已经盖好了 你呀,就在家,小夫吧 有才,我也是这样想的,这次回来,就不再出去啦 好,好啊,哥 大哥,你这回来了,那房子,现在也塌了,你住在哪呀 美玲,你看,你们家不是几层楼的吗 有一间,我就能住了 大哥,你这意思,回来不走了,是住在我们家呀 是啊,美玲,闭嘴 这我们家,随着房子也多 这孩子,还有儿媳妇,孙子呢,住在一块儿,方便吗 美玲,要不这样吧 你看,我那房子也塌了 找几个人,你们给我修一下,行吗 修修修,修不得花钱呀 你说说你,又不是七老八十了 又不是不能干活了 你要你回来干啥呀 喂,石头,你赶快回来吧 美玲,这修房子也用不多少钱 你看,我这些年,挣的钱,不都给你们了吗 给我没,给我没呀,那是你自愿的 怎么回事呀,这好端端的,怎么回来养老了 石头,你怎么这样说呢 我挣的钱给你了,这不应该你给我养老吗 石头,你怎么这样跟你大爷说话呀 你大爷,他无儿无女,现在回来了 你不给他养老,谁给他养老呀 闭嘴,你是不是吃饱船呢 再说一句话,我把你赶出去 行了爸,你呀,少说两句吧 我还给他养老,你不想想 咱们家现在什么条件 这等你和妈,你们两个年纪大了 不也让我们给你们养老呀 你也不想想,这我们以后压力多大呀 就是,你说说你,回来干啥呀 看看回来把家里交成什么样子了 好了,好了,美玲 你别说了,我走行吧 给他走就该走了 你别让我把我打走 赶快走吧 哥,没事啊,别回来了 好吧 你,干什么呀 你是不是想给他一块滚蛋呀 赶快走吧 老了 还算多了我们家 没门 来 哎 有福叔 你怎么回来了 这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刚回来 你,你是 叔,我是大帅呀 你这刚回来怎么这个样子 怎么不回家呀 大帅呀 哎 你也知道 我那老房子 已经坍塌了 这 我回来 去有才家了 有才那个随便 把我赶出来了 这 这他们怎么这样 这 你可是他亲哥呀 叔 你也别伤心了 要不这样吧 你先去我家 大帅 去你家 合适吗 哎呀,叔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这大冷的天 外面多冷啊 去我家吃顶饭 走吧,叔 走走走 好吧 谢谢你 慢点 来来来,叔 好 大帅 来,坐吧,叔 好 大帅 你这带的是谁呀 大帅,你坐 好 这是 大帅是媳妇吧 是啊,叔 这是我媳妇,萱萱 萱萱 萱萱,这是咱们在这儿 有福叔 哦 有福叔啊 你看 我来这么多年 也没见过你 我这出去打工啊 好多年了 没有回来过 哦 我说怎么没见过 对了,叔 你这儿是怎么回事啊 萱萱,是这样的 这咱有福叔啊 无儿无女 这出去这么多年回来了 去他弟弟家 他弟弟那家人啊 把他赶出来了 不养他 这我想着 他这么可怜 而且我小时候啊 他对我这么好 所以啊 我就把他引在家里来了 这他们怎么能这样呢 叔 没事 你看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就在我家先住下吧 对了 这你还没吃饭的吧 我要先去给你做点饭 是啊,萱萱,快去 行 叔啊,等一会儿啊 就在我家吃饭 好 大帅 你真有福气啊 请 娶这么 懂事的媳妇 这萱萱啊 是挺懂事的 但是啊 我总觉得对不起他 这些年啊 跟着我受苦了 大帅 也是 我看咱们村的房子 都翻新了 你怎么还住着这样的房子啊 叔 这我之前啊 这爸妈身体不好 花了很多钱 而且啊 还欠了一批股债 这最终呢 这我爸妈 也没留下 这所以啊 这些没时间去翻新这个房子 一直就这样过着呢 哦 这这啊 这 哥哥嫂嫂都不在了 是啊 叔 这不聊之前的事了 这 你不是没地方去了吗 这以后啊 就住在我家 主志啊 大帅 这 这合适吗 你看 我那亲弟弟 还不让住呢 这这儿媳妇 能同意吗 没事叔 你就放心吧 你这刚见轩轩 你不了解他这个人 他这个人啊 非常好 大帅 这这 给你添麻烦呢 不麻烦不麻烦 大帅 这叔 都出去一上午了 这也该到饭里面该回来了 怎么还没回来 可能出去绿王去了啊 本来他在村里也没什么事 大帅 叔 你回来了 来坐坐坐 好 刚才还念到你了 你这一上午干嘛去了 我出去 办了点事 大帅 你看这是谁 叔 你怎么 那这么多钱啊 我去银行 取钱了 叔 这你取这么多钱干什么呀 轩轩轩 大帅 你看 别人家 房子都翻新了 我这个钱取过来 让你们翻新房子呢 啊 叔 这是你的钱 我们怎么能用呢 就是啊 叔 这可是你辛辛苦苦 这大半辈子挣的钱 我们怎么可能要呀 轩轩 大帅 什么是你的 我的 我回来 你没把我当外人了吗 这现在 我又无儿无女的 我的钱给谁呀 是不是 叔 你看 这我们让你住在这里 平时啊 也就管你顿饭 这也没帮什么大忙啊 这这我不能用 大帅啊 你就别再推辞了 你们先花着 以后啊 我指望你养老呢 那行 叔 我也不跟你客气了 这钱啊 我就收下了 不过你放心啊 这以后啊 我们会好好笑笑你的 这你就对了 妈 你说凭什么呀 凭什么他把钱 给一个外人呀 就是 找他呀 走 有人吗 家里有喘气都没有啊 出来 谁呀 出来 哟 这你们两个都在家呢 哦 婶啊 舌头 这有什么事吗 闭嘴 闭嘴 你自己做的什么事 你自己不听着我吗 婶 你别生气 这我跟大帅 做什么事惹你生气了呀 就是 行了 你没两口子呀 别再给我装糊涂了 把钱啊 给我拿回来 不是你们的钱 你们就别拿 钱 什么钱啊 装 吃饮装 我每次都揣面了 那老头子回来给你的钱 哦 是这是啊 这有福书给我们的钱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就是啊 哟 这一口一个有福书 叫的挺亲呀 这我们什么关系 你不知道呀 那可是我亲大爷 这我们家的钱 他凭什么给你呀 你想想 那老头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呀 刘燕认不到你呀 他虽然没有儿子 可 他有侄子 他有弟弟 你们算拿给从我 就是 大帅 我没看出来呀 平常看着你这个人 也挺老实的 没想到 你心情那么重 今天我们来呀 也不给你们废话 把钱拿出来 一点事没有 就是 还是什么呢 还是什么呢 还有点来闹 哎呦 大爷 我们今天呀 是特意来接你的 你说说 你怎么那么糊涂呀 这咱们是亲人 是一家人 你的钱 怎么能给外人呀 这以后 你不得指望我们给你养老呀 就是 大哥 你傻不傻呀 你是不是惹糊涂了 给我养老 来接我呢 石头 你是借我呢 是借钱呢 大哥 你别糊涂呀 我们呀 是亲人 这打打鼓都还连着劲呢 你不能把你的钱给外人吗 亲 美玲 我没记错的话 我回来的时候 你可不是这样说的 大爷 当时呀 也怪我们 使我们呀 一时糊涂做出呀 这些错事 大爷 这次呀 我们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特意呀 来接你回家的 一时糊涂 石头 我告诉你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 咱们也从此以后 没有关系了 赶紧走吧 被在这丢人了 大爷 别叫我大爷 我告诉你 你们要是再在这糊涂 我 我爸以前给你们那钱 全部给你们要过的 我告诉你 我又转让嫉妒 赶紧给我滚 行了 儿子 我后面走 叔 叔啊 你别生气了 再气坏身子了 是啊 叔 别跟他们一样 你说他们都是什么人 气死我吧 行了 叔 别生气了 咱回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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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